五年八十一歲的婚姻 這裡整理他最近一年來的創作 準備在九月十四號這禮拜 在南道館文化中心 既扳他一生以來 頭一廚的公開餵電 這樣高了 這樣高了 就一個心嘛就好了 他的創作 是跟一般的孫教的創作有很大的差別 簡單的刷刀單純的食材 在他水手回來 就勝為一百一百特別的餵菜 他這次電腦 將電出八十一百餵菜 由他國人獨立的循環 有大家關心的議題 也有像萬向土地政的圍奏 表現的手法 竟是有自己的特殊方式 新興的樹枝 新枝 新枝 動物啦 水果啦 都不一樣 這隻就是新枝的 鴨菌啦 蟲蟻啦 所以這完全是自己 想像啊 想像 新枝我們 我都要翻起來了 紅燕的作品 雷翁看起來簡單 卻充滿他特有創作的理念 他表示 要畫就要畫別人沒畫過 創新的觀念 就並沒有人有畫啦 畫出來就是沒有人有畫才能 你如果畫出來 有的人畫 花啦 什麼 跌到啦 有的什麼 啊 那主人說 一畫一畫 一畫 數千人啦 你國港中學就沒意思了 比說 畫魚啊 就很簡單 這樣 那九度回來 就一畫 點目 紅燕一直是畫 畫圖其實是非常簡單 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些困難 因此 這次他基本個人 頭一處的公開畫圖 他也希望大家可以由他的創作中提灰 只要有想法 有創意 每一個人都可以畫出 有很好的一百大畫 沒有百塊 就是有百塊 兩個百塊就很漂白 這很簡單 百塊到百塊就是很漂白 你可以為這裡任務 自己去復刻 我是由2開始 你每個都可以由2來開始 和8來開始 他們的六十幾歲才開始興趣畫圖 畫圖的過程中 也將來不要拜書學圖 只是他真的有自己的想法 也希望在這處基盤會電到 和大家分享他創作的心態和經驗 繼續王家聖蔡方報道